俄罗斯航天集团13号发布消息称 当天发射的光普RG太空望远镜 顺利地进入到了预定轨道 当地时间13号15点30分 光普RG太空望远镜 搭乘俄罗斯质子M运载火箭 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克努尔发射场升空 两小时后光普RG与火箭分离 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俄罗斯航天集团原定于6月21号 发射光普RG太空望远镜 后因技术问题将发射日期推迟至7月13号 光普RG太空望远镜是俄罗斯与德国的联合项目 据估计光普RG将探测到约10万个星系团 和约300万个黑洞